好,歡迎大家回到第三集有關於性別主流化的專題的一個分享 頭兩集我們講了有關於性別主流化的一般的概念 它的由來,以及我們講一講怎樣我們可以執行到性別主流化 我們所用到的工具大概是什麼 我們今集會講到澳門的地方 我想現在特區政府都很重視去推動性別主流化 為什麼呢? 因為在2015年到2018年的期間 委託了婦女及兒童事務委員會 即是前身包含婦女事務委員會 去制定了澳門婦女發展目標的規劃 而規劃文件其實都已經出了 它說明在2019年至2015年 在婦女事務和推動性別平均方面 其實我們需要做些什麼 這個規劃裡面會分成八個大的領域 去改善婦女的狀況 或者同時去制定一些性別平等的策略 這八個領域範圖裡面 第一個範圖就是怎樣去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措施 所以這一樣性別主流化 是在現時的特區政府很重視的 在規劃文件裡面 其實也說了就是 我們有些政府是需要做些什麼去推動性別主流化呢? 簡單來說 第一,總共有六點 分短、中、長期去推行 我在這裡整體說這六點是什麼 第一點就是為政府各個部門 各級主管提供關於性別主流化的培訓 其實以我所知已經開展了幾場 第二就是在政府、公共財政、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領域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所有的領域都要開展 就是性別分析和統計、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等等的一些工作 第三就是希望將建立性別主流化的機制 第二就是列入政府的施政政策之一 四就是各個部門設置了專責協調性別主流化工作的人員 第五就是向大家社會大眾推廣性別主流化的觀念 以及宣揚性別主流化的重要性 這個其實現在我們正正都是在做一件事 第六就是我們要定期評刑各項性別主流化措施的成效 這就是特區政府在文件上去展示到需要去推動性別主要法的一些政策 回到來看,澳門其實現時在性別平等的狀況,或者是婦女權益的狀況是做得怎樣呢? 其實很整體來說,澳門是處於一個先進持熱的水平 簡單來說可能有些國家地區甚至正在推動女性色字這個劃度提升 而澳門原理上現在也是百分百的 所以在很多方面澳門都是處於一個先進水平 所以澳門是 unquote的三者的調整 基本法的一個保護,不會受到歧視 剛才教育那裡也說過了 我們全部不分男女都有一個義務的教育 大家都統一的 除此之外,我們在數據上 你看到女性受高等教育的人數是高於男性 另外就是薪酬方面 男女的薪酬收入中位數其實都是均等的 原則上可以做到一個同工同仇 醫療福利方面對於女性的一些免費的醫療服務 是會多的,而且醫療都比較完整 女性人均壽命是86.9歲 居全球人均壽命的前列 所以在數字上都很漂亮 在女性公務員裏面 佔總體的人數是44%左右 不只是看人數 我們只要看另一個數字 就是女性擔當領導主管人員的比例 其實我們都佔到41% 顯示在澳門就業權益或者薪酬方面 基本上得到一個公平的保障 醫療、教育、薪酬上面都有很多保障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我們都可以慢慢去 其實我們已經做到的 包括可能保障婦女安全在預防 打擊家庭婦女法上面 我們都做了很多事情 在一個社民的範疇裏面 我們一直去推廣一些婦女而友善的政策 去推廣母語、威暴、友善政策 為了增加托兒的服務 令到可以釋放更多婦女在職場上面去發展和發揮 還有一些很多的 好像我們在這裡拍馬屁 有很多的包括可能增加 女性固然的一些有生假期 去到七十天 除了女士之外 性別主要化 不是有單純,不是女士 為了男士 我們也有效率的 就是增加了五天的男士有生假期 這些都是特區政府 現時做了很多 推性別平淡或者保障權益的 一些事例來的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 做好的 不是單純只是數好東西 樂電其實都不是說壞事 有些事我們是需要改善的 這不是我們建議 在剛才所說的 澳門婦女發展目標的 規劃的文件上面 分了八個範疇 其實它在很多的範疇 也有一些改善的空間 這裡簡單舉例子 可能在我們要推動婦女參與 抉擇層面上面 我們可能見到在特區政府裏面 很多諮詢委員會 可能男士的比率 都稍為偏高 即是女士的比率偏低 我們怎樣可以推動這件事 另外就是 女士參政的趨勢是好的 你可以見到女士在選舉上面 可以得到議員議席的比率 慢慢慢慢升高 但其實都未必可以去到 去做一個理想的狀態 我們怎樣可以想辦法去推動婦女去參政 令到他們可以在決策層面上面 可以做多一些事情 另外可以在福利方面 我們更加要加強一些審議服務 釋放更多的婦女 在錄影市場上面去發揮自己 另外可能就是 另一件事都提及到 我也挺有興趣就是 在媒體及文化上面 其實可能很多兒童也好 成員也好 他吸收一些資訊 是透過媒體的吸收資訊 但可能現在媒體 在女士的參與率 未必是很高 即是意思是 可能會製作出來的一些作品的時候 不能夠充分體現到 兩性平均的一個觀點 所以我們看看怎樣可以推動到 女士在媒體參與上面 可以在人數比例上 可以多一點 上面都是提及到 澳門現時的一些推行 平權和性別主要化的一些現況 和一些發展的空間 如果大家想更具體地知道相關的內容 可以參與我剛才提及到的 《澳門婦女發展目標規劃 2019-2025年的文件》 今集我們就到這裡 下一集我們會說回 生活例子當中有什麼事件 是牽涉到性別平權 或者是深入到性別主要化概念的思考方法 下一集見